哈喽大家好,今天去买花生酱,一看那么贵 想一想,自己还是在家做吧,两块钱居然做了一大瓶 200克花生,不用放油,倒进锅中,小火炒熟 炒到这种花生皮,可以轻轻的剥下来就行 为了让味道更加丰富,我又炒了一些核桃仁和白芝麻 千万要小火,不要炒糊,否则会影响口感 把花生的外皮去掉,这个过程稍微有点煎熬 一定要有耐心,核桃尽量也去掉外皮,不然味道会略微有些发苦 去皮也可以是打出来的花生酱,更加的细腻 把这些食材全部倒进破壁机搅拌 搅一会儿停一会儿,让花生出一出油 也让机器稍微休息休息,直到打到这种黏黏蜜蜜的状态就可以 迎面铺来花生核桃芝麻的香味,瞬间就想来上两口 放入密封罐里冷藏保存 磨面包,拌面,或者是做火锅蘸料都非常好吃 赶紧动起手来试一试吧